孙儿想与您单独好好说说话 竟然一时间不知道 您到底是谁的黄祖母 还讲只是替你们 展开一下花仙卓 合作之友 孙儿不是瞧您似乎真心喜欢上她 那有些好奇 黄祖母素来能看 背影出的雪茎还有这般 像花仙卓这般 孙儿看不透 也只有这里才能留下脚印吧 是看不透 还是故意不看透 孙儿不太明白 讨人欢喜不亦做到 切不论其是否有意举与众 但观其目中之清澈 便知其人之本心 有些无意之举 可愧其待人之诚 孩童天真无邪 都愿与其 细细相伴 你哀家之劫 朴玉已快 浑然天成 太子殿下 找哀家 就是想谈花仙卓之事 黄祖母慧眼若聚 虽然此前与花仙卓有些误会 您此想借机会 与花仙卓和解 怕是 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县主 姑今日在东宫设宴 县主是否想前往 臣女身子不好 怕扫了太子殿下的兴致 有口肉 太后 太子殿下应是有案子上的事情 想要和臣女聊聊 西厅尊便 丹锦 在 谢皇祖母 谢皇祖母 这是什么棋啊 戏猫棋 献主会吗 姑教你 好啊 这儿怎么玩啊 这儿怎么玩啊 对角线一动 看谁先走到底线 好 殿下 到你了 殿下 臣女是不是太能吃了 县主以后在姑面前啊 可以不用忌讳 对了 县主 姑有些礼物想给你看 县主 你看 当年县主送给姑的礼物 这些东西啊 姑都用八宝架装起来了 这些书信 姑都用箱子装好了 这就是你说的一泄千里 姑一不小心打开 确实拉了很多次肚子 还有这个 你说它叫雪苏山 可是姑拿到手之后 找来找去找不到山在哪里 而只有一个盒子 这雪苏山 定是来的路上化掉了 化了 等有机会 臣女再给殿下做一次 殿下 真没想到 这些无用的小玩意儿 您竟然一直留到现在啊 姑觉得很有趣啊 花县主做的流心锤 却是这样的心 多可爱 殿下真的觉得可爱吗 可爱 巧思 能看出做这个物件的主人啊 十分有想法 姑当时收到这个物件的时候 找来找去找不到信件在哪里 结果打开机会 竟然就在这颗心里 那时候姑就在想 这颗心 兴许代表的 便是主人的心 臣女当时也是觉得 这个最能代表心意 所以才送给太子殿下的 那 这些东西 是花县主自己寻来的 还是自己制作的呢 自然是臣女自己做的 那是否可以理解 那时候的琉璃妹妹 将所有的心意 都设计在这其中 千里迢迢送来给姑 可惜后来琉璃妹妹 就再也不计任何东西给姑了 边关战事繁忙 总是会发生种种意外 不计 也不是臣女故意的 可姑却十分想念 那个将心意放在流心锤中 寄来的琉璃妹妹 臣女也十分想念 那个单纯善良 能够直输兄弟的太子殿下 不计划 我们不计划 放下 琉璃妹妹的怎么样 殿下 你怎么今日穿得如此淡薄啊 有吗 手楼给你 我要先去 嗯 昌龙三十年 但昭告于天 昭告于祖 绵绵我王 刚祭四方 发正诗人 名为邦本 本故邦宁 不将 为天地的心 家民郡主 太子殿下正经起来 还挺像回事 难道郡主 觉得这独奇闻的 你当是阴王殿下 你能不能安静点 各得其所 数物群生 各得其所 迷今生 唯与一人某敬拜皇天之户 勃勃之土 成天之神 心肝风雨 术慧百物 莫不冒者 继安且宁 敬拜下土之灵 为帝祭天丽棋 垂通某地 就怎么了 百王相承 爱是永赖 新城祖续 似如秦邦 伍臣 宁敬西田 环京临下 为万事开太平 公化之龙 为国为民 尽心尽责 陛下 哀家 想与英王 花县主 说上几句 宣 英王 花县主 上前 既然 既然你都上前了 把奶片给我 不给 晋国大解 八字殿下 花家 功不可恶 奶片给你 万国朝会 自是彰显我晋国之国威 陛下 让你二人 竞争红炉四卿 旨意希望你们年轻人 及此为国扬名 贡献智慧 花县主 臣女在 陛下不拘一格 女子亦可大展才华 你母亲 你母亲为将军 征战沙场 为国效力 此乃 一国之动量 哀家希望 能够 承袭 花家之英勇 步入 花家之盛名 你 可做到否 可做到 臣女可以做到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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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